台湾中央社报导 卢拉之前率领规模唐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备受中方重视 而他在访华期间发表的言论 虽不如法国总统马克龙般引发极大的争议 但诸如为何所有国家要用美元 不能用人民币解算 无人能阻止巴西与中国改善关系 及时常关注并收看中国足球联赛等 甚至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 任令外界侧目不已 卢拉上周五在中国访问时 曾接受央视高端访谈节目专访 他当时指称 自己时常关注在中国进行的足球比赛 会收看巴西电视频道播放的中国足球联赛 因为有很多巴西球员在中国踢球 结果引来中国网民一片调侃与嘲讽 有人指不了中国足球 我们还是朋友 有人则表示 咱们还是聊聊世界和平吧 另外 卢拉与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奉行一中原则 并矮化台湾主权 台湾外交部周一表示拒绝接受 并严正谴责巴西护从中国妙论 将论为助长区域紧张情势升高的帮凶 台湾外交部重申 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威权政府的压力 与外交打压 会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 积极联合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 共同致力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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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